为什么不能让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奇怪 我觉得 是蓝妹为了哄你开心才这么说的 要或者说 她从一开始就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小心翼翼掩尖一语 蓝妹还跟你说什么 没了 误会解释轻 你也该回去吧 我有话跟你说 你的距离 韩尚言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段时间我很快乐 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虽然你说我们不合适 虽然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人对待 感情态度不端正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愿意继续支持你 支持你跟KK 直到你们拿到冠军的那一天 还有 这个我不要 还给你 теп儿 你看 如果你还没想 Ama 你没想过 你还没想过吗 你还没想过吗 走 大嫂再见 大嫂 拜拜 回去注意安全 别打黑车 周琪 去给她叫两场 好 大嫂 那个老大说让我给你叫辆车 走吧 没事不用管我 你们走你们走就好 走吧 真没事 走吧 走吧 大嫂 车帮你叫好了 马上就到 车帮号是这个 你记得住吗 要不然我发给你好了 不用不用 九七 我自己在这打车就行了 不用管我 你客气什么 我们都一家人啊 大嫂 这家租车公司 跟我们俱乐部很熟的 真的 你去忙你的吧 都要不然就行了 你就拾不上 这家人啊 יסati 都不义 你为他说 这家人啊 你怎么办 就不知道 一时候 他真的有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看他们做准备去 你不怕他们掉链子 四分之一决赛 有什么好紧张的 看吧 你这狂 跟你商量个事 说 我想请你 还有女朋友帮我录个视频 要不干脆搞个直播 帮我宣传宣传 不去 不去就不去嘛 你瞪我干吗 你也不许找他去 为什么呀 不就谈个恋爱吗 人家就失去人身自由了 第一 这件事非常耽误学业 第二 我没跟他谈恋爱 真没有 你要没这个意思那我追了 你刚才说你要追谁 你开玩笑 开玩笑的 老大 四分之一决赛要开始了 走 走 不许当真啊 妈 你就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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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看我在这儿吃得也不错 住得也不错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妈 阿姨 你好 我是这家俱乐部的老板 韩商业 你好 阿姨 您吃了吗 不 不饿 看来饭菜不太合我一口啊 我是刚好回来 您要是方便 让我请你吃一顿便饭 聊一聊 那个 就不用破费了 韩先生 就在这儿聊吧 这毕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您也让我敬一下地主之意吧 是啊 妈 就吃顿便饭吧 好 我跟你说 儿子 你这次怎么也得跟我回家啊 妈 我们先过去把饭吃了 小小年纪 干点正事 你别以为你们老板 请我吃饭 我就答应你了啊 有门都没有 饭我不吃 妈 气死我了 阿姨 菜上齐了 咱们边吃边聊吧 边吃边说 先吃饭吧 韩先生 什么话跟你说吧 这次来 我就是想把我儿子带走 阿姨 我非常明白您这次的诉求 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如让我先说如何 好 我也是CTF选手出身 在这个圈子待了十年 也算是见证了这一行 从荒芜到如今的烦绕 你年轻的时候也是玩电脑的 正确的来说 是网络安全大赛 什么大赛 不懂 而且我们是被国家认证的 网络安全大赛选手 这是我们的职业 那我继续 好 正因为我是职业CTF选手出身 所以我非常明白您的顾虑 我们俱乐部的中国分部 是由我全权负责的 每一个选手都是由我亲自挑选 签约 包括戴风也是 我觉得他很有资质 有潜力 我不仅仅只是希望他打职业比赛 我更希望他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 身披国旗 让国歌为他奏向 韩先生 你这番话下午你们领队已经对我说了 但是我得为他的未来考虑啊 世界冠军只有一个 再说了 这我儿子我知道 他没有那个天分 不 他有